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链条传动非常容易出现问题 骑着骑着掉链子也是时有发生的事情 而这款无链条自行车就可以很好地避免这一问题 从外观上来看这辆车子取消的传统链条的设计 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传动结构 采用轴和齿轮组合代替链条和链轮组合用于传动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 无链条自行车解决了人们自行车浪费传动效率的问题 传动效率大大提高 最多可以让传动效率达到99% 由于无大牙盘 链罩等部件 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消除一切所谓的滑动摩擦 骑起来的话要比链条自动车省力起码五分之一 不仅如此 这款无链条自行车还有着多级变速的效果 车子有着13级变速的效果 在它的后轮一侧有13个凹槽的设计 可以通过改变变速来调整 最高档甚至比摩托车还快 没有链条之后 无链条自行车使用起来更为安全 而且更是易修不易坏 骑行一万两千公里 无需大修 对于喜欢宽松裤子的人来说 无链条自行车干净卫生 不佳咬 不污染衣物 每年只注一次润滑油 并且彻底消除掉链之壁 目前这群大学生 已经为自己发明的自行车申请了专利 小伙伴们觉得无链条自行车怎么样吗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